火箭今年休赛期的动作可不算小,球队失去了封线上的两位出色的球员,但是球队迅速补强兰尼斯以及目前正在积极得到安东尼。 火箭队逐渐填补了封线上的空缺,甚至让封线的攻防更加均衡,安东尼的火力能够给火箭的封线带来超强的进攻能力。 不过,作为火箭的空位先生来讲依旧是薄弱的,火箭的空位目前是保罗,同时又底薪签约了麦卡威,似乎火箭的替补空位危机得到了解决。 但是,要知道从出道以来,麦卡威就不是一个健康的球员,职业生涯出战场次最多的是在新秀赛季,出战70场比赛。 在随后的赛季里全部缺勤,最少仅出战45场比赛,这无疑是一个定时炸弹,一旦麦卡威在下赛季再度受伤,那么火箭就回到了老样子,用戈登作为空位人选。 戈登虽然十分出色,但是戈登的防守并不佳,属于攻抢手弱的球员,一旦保罗下场,无法保持后场的防守压力。 目前火箭阵容中拥有的夏季联赛中,表现十分出色的梅尔顿,火箭若是能够用胜率的薪资空间签约这位球员,那么火箭的剃图空位危机应该可以得到解决。 梅尔顿是火箭今年在选秀大会中选中的球员,作为一名四十六号秀,梅尔顿在夏季联赛中的放异彩。 即便是在面对骑士队的八号秀赛克斯顿时,梅尔顿用准分双的表现风头盖过对手,成为最为出色的球员。 梅尔顿在整个夏季联赛中场军贡献一,六分系蓝百次助攻三场段的表现,不仅拥有十分出色的进攻能力,同时在防守端也十分出色。 场军三次长段也成为了本季夏季联赛的前三。 梅尔顿善于利用自己的身体素质,也被成为小钢炮。 在后卫线上,梅尔顿是一个不错的补充,若是火箭先下他,那么今年休赛期才算圆满。